大家好,我是香蕉人,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最近无意间我看到一只长得很像罗技出品的MX系列办公室滑鼠 只差别在这一只滑鼠用的比较低阶便宜手法来呈现 它的塑胶感也比较重 而且这一只滑鼠也不是随便不知名小厂牌所生产制造 它是由生产机械式键盘小有名气的Keycoin所设计制造 所以说这一只滑鼠还是会保有一定的工艺水准 并且它们命名叫做M6蓝牙无线滑鼠 但这一只M6蓝牙无线滑鼠在YouTube的测试结果是包扁不一 有人说赞也有人说烂 对于有购买罗技MX滑鼠全系列的我来说 再由我来测试使用应该会更准确一点 所以我到Keycoin台湾代理商官网找商品准备购买 但是不会吧台湾代理商只专注在机械式键盘的销售 其他滑鼠周边附属产品都没有进货啊 哎,算了,反正都是大陆厂商上淘宝找找 只差没有保固而已 结果我上Keycoin淘宝官网 它既然也不出售到台湾地区 哎呀,这也难怪在台湾都没有人在开箱介绍M6无线滑鼠 没关系,等一下再找看看有没有其他厂商能出售到台湾 那我们先看看先前购买者的评价 目前看起来大多是反应评价还不错 看完这些我也安心一点 但在我觉得万事具备却在能计台湾地区的商家看到 先前购买者说很后悔购买的评价而使用感觉不适应的反应 天啊,怎么会和官网购买者的评价出现那么大的两极化反应 真的有鬼哦,怪怪的哦 嘿,那怎么办?怎么会差那么大啊? 那这下还要白花钱买一只电子垃圾滑鼠回来吗? 嘿,但看到这一家的售价是有比官网再便宜一点 算算大概运费和手续费加一加寄到台湾大约要台币1300元 嘿,好吧,只好秉持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测试心态 就买一只回台湾测试看看吧 那我们现在来开箱看看我买了哪一只回来 嘿,这外箱压的已经有点变形 希望里面东西可要安好啊 哎呦,这卖家包装真的蛮用心的 里面又包了一层气泡纸呢 哦,谢天谢地,感谢卖家的包装用心 经过千里迢迢的运输过程 最后到台湾商品包装外观都没有磕碰的地方 真是奇迹啊 而且依这种商品包装品质也算是对得起他千元价位 不是简单盒子装一装就好 该要求到的地方一点也没有少 嗯,不错不错,好评 好的,那快来把M6滑鼠拿出来看看 嗯,它的外盒印刷品质也不错 在正面就是大大秀上产品实物罩 下方是产品名称文字 还加上烫银字体来提升高级感 在上方的公司商标处也是同样处理方法 在盒子左右两侧印有产品特色简单介绍 背后就是产品基本资讯介绍和厂商公司讯息 盒子打开方式是用抽拉式开启 而且公差很小卡得非常紧 不太好抽取出版 组盒子它又很费工 用了上下盖把产品放在里面 唉,也是同样问题 就是公差很小造成很难取出一次 唉,要怎么说呢? 只能说真的太用心啦 那在盒子里面有一本使用说明书 在前半部分是英文版本 后半部分是简体中文介绍 里面功能介绍说得很清楚 大家一定要看一下 不然在蓝牙配对 可是会让你摸不着头绪搞死自己 而它附着充电连接线 外壳是编织材质 双插头都是USB-C规格 整个编织线是非常的柔软 在串接电脑使用时 可以减少卡卡问题 那这条线长很长 大约有180公分 足以应付普罗大众的使用 M6的2.4G接收器 是附送的两个规格 有Type-A和Type-C 看你个人需求去选用 真的不得不说非常贴心的考量 有了Type-C接收器 真的大大帮助Mac电脑上的使用 再来是它附了一个Type-A接收器延长插座 让你串接线路 把接收器再靠近滑鼠一点 来减少2.4G频道干扰 另一个是Type-C 转Type-A转换头 让你在任何电脑上使用都没有问题 帮你多方位考量 真的有用心哦 不错不错好评 最后是我们的主角 M6蓝牙无线滑鼠 哇这整体外观真的是浓浓的塑胶味和超清手感 完全和逻辑 MX系列滑鼠的精致度真的差了10万8千里 相比下让人觉得逻辑 MX滑鼠会卖的那么贵不是没有道理的 Keycoin M6滑鼠就是一种纯朴能用就好 这种价位你还要求它能有多好 对吧 而且你在MX滑鼠上 看到的按键和果能 它一样都会给你 这也算是佛心来的吧 只是在触感上使用 感觉真的是比逻辑MX滑鼠差了一大截 如果你还在嫌弃它 我真心建议别买它 请再多加个两倍钱 直接升级逻辑MX系列滑鼠吧 光再把两者比较就能明显看出 两者外观用料是差了一大截 可别告诉我你完全看不出来哦 那我就无话可说了 那在M6上一样有一个无级滚轮 但可能是全塑胶材质 它转起来没有像逻辑MX系列施斑滑顺 但在上面一圈止滑电 它可是没有缺少 也是帮你加好加满 推动上还蛮稳定的 在下方这一个是飞轮切换按钮 按下后飞轮会无极性 一直施滑滚动 再按一次就会转换成段落 一格一格的跳动 操作上和逻辑MX系列是大同小异 可是真心比较 还是逻辑MX滑鼠 操作手感比较到位好用 在左右键的微动开关 M6是使用环弱微动 有8000万次的使用送命 按压力道算中硬 在侧面滚轮我就要抱怨一下 真的声音又卡卡不顺 如果能再加个止滑电 那就太棒了 只单单转动塑胶面 就常常有不按压大力 就转不动打滑现象出现 希望下次改版能修正这个问题 左边这个小圆点就是电源指示灯 当快没电时就会红灯一闪一闪 充电时会亮红灯 充饱后会绿灯指亮 下方是前后键 方便你在上网时快速切换上一页和下一页 非常实用 在大拇指休息区就是单纯一个塑胶平台 没有任何快捷键或是软垫来修饰 当整个手掌握上去时 大拇指在上面休息和拿捏移动都算够用 在背后最左侧是滑鼠、灵敏度、DPI切换 总共有5段设定 最低是400DPI 最高可以到5000DPI 看个人萤幕等级去选择 中间是电源开关键 向左是2.4G接收器 向右是5.1蓝牙接收模式 但请注意哦 不管你是切到哪一个位置 只要插上USB-C串接线 都会自动转换成有线滑鼠使用 右侧是回报率指示灯 总共有3段 最低是125Hz 最高是1000Hz 在上方这个有标示123数字 表示M6无线滑鼠 可以连接3台无线蓝牙电脑设备 滑鼠上的驻滑垫有贴上保护膜 使用时记得撕掉 但我个人是建议大家可以买一卷铁服龙胶带贴上再使用 不断的更新使用 真的会用到滑鼠电池报废为止 它都是推起来一样顺滑不卡卡 好用不贵 非常值得购买的东西 那它的充电口是在上方处 规格是USB-C插头 是目前非常大众化好找的线材 然后M6的整体握住感 真的如评价说的 手掌心部位有被推高感觉 造成手掌没有办法放在上面休息 会有一种向后滑到桌面 让手腕部分全部贴在桌面上 所以推动上会有强烈阻力来自手腕 而MX滑鼠比较起来会有明显的差异 但还好M6是很轻的一只滑鼠 只要轻轻一推就可以到处去 能减少手腕的阻力感 可能大概使用一阵子后就能习惯适应 那在M6的外形大小感觉真的比 罗技MX Master 3S还小一只 蛮适合小织女的手掌 和嫌弃MX滑鼠太重的使用者来用 而且M6的价格也不会太贵 入手压力也小 但我也强烈建议 如果你是使用Mac电脑系统 再怎么没钱也要升级到 MX Master 2S旧款滑鼠 罗技MX系列会是Mac电脑大众使用者 首选也不是没有道理 当我上Mac系统使用M6 会有一种移动滑鼠飘过快 或是走太慢的问题 可是我换到Windows 11 却没有这种问题 操作起来刚刚好 而最让我觉得花的值得 还是觉得罗技MX滑鼠无极滚轮 是非常丝滑迅速 段落停顿也非常的清楚 这也是为什么Mac电脑使用者 都选择罗技MX滑鼠 来作为设计编排或是影像剪辑的原因 那最后讲了那么多 我会推荐购买Kidcoin M6无线蓝牙滑鼠吗? 当然OK啊! 只花1%的钱 就能体验到罗技MX滑鼠产品7到8成的感受 等你慢慢赚到钱 再一步一步的升级到罗技MX系列 换上后也能马上无缝接轨 完全没有不适应的感觉 只差会觉得用习惯了M6轻飘飘塑胶滑鼠 怎么会贵得要死的精品罗技MX滑鼠 会那么的中手啊? 都要大力出击机来推动它来使用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集影片见啦! 我们下集影片见啦!